很多調查局的這個同仁他們感受到這個霸凌的事件 那我覺得呢有必要盡快的來揭露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最早發生在2022年的時候 我在直播裡面就有講到新竹調查站的主任林維成 也就是當初把俞正煌的烤雞打成疑等的這一位 新竹調查站的主任 那呢他們當時就是在新竹市調站裡面 他們有做整個相關的一個 就在調查局的人員裡面有做相關自己的一個字評 就是說我們的主管有沒有霸凌的行為 那裡面呢就有包含寫到自己愛應酬 又不想被外人當世喊 就凹戰裡的同仁幫忙開車擋酒 同仁不課出席之後呢就遭林大主任罵恩小時不給回家 這種人還能位居高職前景堪憂啊 這個調查局 然後呢也提到每逢喝醉酒以後就會去職日官市 騷擾職日官 辱罵副主任 辱罵據點 平時以辱罵幹部為樂 那所以呢當時呢他去霸凌了這個余正煌 他們的調查局的學長 然後呢還有2021年的9月呢 他們在跟竹科的廠商參序的時候 只因為不滿當天的職日調查官沒有把他安排到主桌 所以呢就在晚上深夜把調查官跟副主任雙雙叫到請示怒罵 從晚間9點罵到隔天的凌晨3點 整整6個小時 還有呢10月份12月份攜帶酒精飲料到職日官市 林維成卻表示說欸職日官是喝酒沒關係我是主任 所以呢這個調查官後來礙於林維成是上級就作罷了 也曾經一度驚動督察到場勸架有打架的行為 儘管這個事件有上報最後不了了之 當時在2022年的時候調查局表示針對相關的檢舉已經請督察處介入調查了喔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2022年就介入調查的霸凌事件後來的懲處結果為何 呃跟委員報告齁這一件 呃根據調查局的他們的一個一個處理齁 那的確是由督察處來主動 他是主動來立案做一個一個調查 那後來調查後的確是由不適任的一個 不適任的情形 那後來也調理非主管職務了 他調理在112年2月4號調任行業調查處的主任秘書對吧 他那時候後來是先有調理那個新竹市長 對調理市長 那後來他也被處分了 那他現在人在哪裡 這部分我不清楚那個現在的職務 好那你要回去問調查局因為呢我們下一張 看一下投影片下一張 因為呢這個是當時齁 這個所有調查局的人員呢對於齁 包含是新竹市調查站等等的做的一些評價 因為就是在講霸凌的問題喔 那這我剛剛講過再下一張 這個是呢有更多包含台北市的調查處 宜蘭雲林都有 會後我會提供相關的資料給法務部跟調查局 也就是說因為卓榮太院長說七天內要調查完所有 我們政府部門相關的霸凌事件 但是其實我們調查局的人員他們平常每年都有自填問卷 在針對長官有沒有做霸凌相關的事情做評價 所以相關的這個證據喔其實都在上面 那要請部長跟我們的調查局回去做進一步的調查 然後今天為什麼會談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當這個勞動部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看到剛才我所說的這位林維成喔 他過去是新竹市調站的主任 他依然故我那導致呢我們在調查官的調查局的群組裡面 看到的是什麼包含呢喔你看看看我們洋洋灑灑的講程規定 發現幹部只有在督導下級不力時會被懲處沒有懲處督導過大的 也提到了當時這件事情有承認霸凌但是呢後來也沒有上新聞 然後呢大家都在問如果勞動部的這名這個 往生者是霸凌送檢調那霸凌檢調的人要把他送到哪裡 甚至呢大家都在講說現在盛傳這名喔這個林維成主任喔前主任打算呢要被升為副處長 好那你看到這個整個都是昨天在調查局的群組裡面所討論的內容 然後還講到就是說呢他到現在都還是在被圈選為輔導員 所以如果您剛剛講說他曾經有霸凌的紀錄有遭到處分 而且呢他是這個不適任的那為什麼我們調查局又要勾選他擔任輔導員呢 這部分我們再去了解再去了解那什麼時候可以我們給我們回覆 7天內你現在下山啊6天因為呢卓榮泰院長說了7天之內要給答案跟回覆嘛 那我現在很具體的告訴你昨天整個調查局的群組都在講 這一位林維成他現在有可能再被外傳說還要去升副處長 而且實際上都還有霸凌的行為那過去您剛剛也說了他的案件被調查之後 是不適任的也有處分的結果他現在竟然還被圈選為輔導員到處在輔導我們所謂調查局的人員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這個我們法務部的部長回去之後要調查清楚那不要讓這些過去曾經有霸凌 雖然被處分但現在還繼續實施霸凌的人還可以當輔導員繼續以輔導的身份 那再次的霸凌我們調查局的人員引起這麼這麼多裡面有1500個調查局的成員 所有人都在罵1500個您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有1500個調查局的成員在裡面 裡面一大堆人都是針對這一位林維成來做批評說他有霸凌的事實 所以請法務部一定要回去謹慎的再度重啟調查 而不是過去調查完了就覺得好像已經沒事了 因為這個是持續中的霸凌案件可以做到嗎 這部分我再請調查局來處理 好那請問需要多久時間回覆 我們儘快 儘快應該是六天因為這個卓榮泰部長院長的這個規定 好所以麻煩六天之內給我們初步的回覆 因為卓榮泰院長在公開的場合說每一個部會裡面有霸凌情況 要在七天之內做回覆 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 所以你們只剩下六天的時間 麻煩在六天的時間按卓榮泰院長的要求更貴 不是我要求的喔如果是我個人要求會給你們一個月 但是呢今天是卓榮泰院長要求在七天之內 每一個部會跟局處都要調查出有沒有職場霸凌的問題 所以請你們在六天之內給我們初步的回覆 今天是今天我才知道是今天來起算入就是七天 阿不是嘛那卓榮泰院長意思不是這樣 你自己去跟院長講不是 這個事情你自己去跟院長講 這不是我說的 如果所有人都是知道之後起算七天的話 那卓榮泰院長昨天哪何必講這些話呢 所以這不是我說的 我說如果是我會給你一個月 我昨天才踢爆了外交部也有相關的霸凌 我是給他們一個月的 結果下午我就聽到卓榮泰院長說 七天之內全部的公家機關都要調查完畢 所以不好意思你們真的剩六天 不要怪我要怪怪院長好不好謝謝